一分钟的地平漆施工解说视频,快速教会你,如何把开裂的水泥地面做得好看又耐用。 第一步,把水泥地面基础磨出圈印,并且把表面的附着物磨掉,同时吸干净打磨出来的灰尘。 第二步,用手磨机把场地有开裂的缝隙切宽,这样做修补材料才可以有更好的附着力,不易脱落。 第三步,调配缓氧树枝材料开始对全场进行刮底漆,底漆作用是往水泥地表层进行渗透加硬,形成成上起下拉力。 第四步,调配瓣干树枝石英砂材料,修补地面切割好的裂缝,修补时要用力压实材料,刮平表面,由于材料干透后会收缩,大的切割缝要记得进行二次修补。 第五步,对全场进行刮图树枝沙江层,由于这次材料参有石英砂进行调配,这道工艺主要把地面细小孔洞进行找平,美观度会有大幅提升,石英砂还能更好提高打底层硬度。 第六步,对干透后的沙江层进行筋膜,沙江找平层的平整度再一次得到提升。 第七步,调配缓氧树枝粒子层,这道工艺树枝材料要加入粒子粉,对全场再次刮图,由于这是最后一道刮图层,地面有任何缺陷的地方必须要在刮图前修补,如果等上面期再去修补,会影响整体美观度哦。 最后一步,滚涂环氧树枝面期,对地面进行横竖交错滚涂,特别注意的是如果地面有沙粒或灰尘,必须完全清理干净再进行滚涂哦。 开头说好的一分钟地平期施工教学视频,由于施工干货太多超时了,感谢你的耐心观看。